北京时间8月2日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巴黎奥运小组赛中 中国女排3比0完胜法国女排 如此一来 中国女排以两连胜战绩率先完成出现 恭喜中国女排 这场比赛结束后 蔡斌也收获了几个不错的喜讯 首先第一个喜讯 在击败法国女排的比赛中 我们队伍全员发挥出色 朱婷高效率贡献12分 李盈盈也拿到14分 共享宇10分 王媛媛13分 贡献6次篮网得分 也是全场比赛发挥最好的球员 自由人王梦杰 14次一传12次到位 一传到位率高达86% 这个数据很出色 对比之前的表现进步很多 中国女排全员在一传训练上下了苦功夫 我们在王口表现也更有威胁 所以球迷们可以期待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比赛 第二个喜讯 中国女排在本届赛事上 最具有威胁的对手翻车了 日本女排是奥运竞旅 但没有想到 她们在B组接连遭遇到了两连败 最新的一场比赛 日本女排0比3完败巴西女排 这样一来 日本女排出现形式告急 她们下一场比赛必须要大胜 才有一丝希望晋级 否则 日本女排将结束本届巴黎奥运会 在此前 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中 蔡斌带领的中国女排 曾输给过日本女排 面对攻防全面的小快龄球队 中国女排有些时候 不太好发挥自己的特点 所以在巴黎奥运会八强淘汰赛 一旦日本女排出局 中国女排就能减少一个 有威胁的竞争对手 第三个喜讯 按照赛程安排 中国女排在8月4日 会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 因为我们提前出现了 所以 蔡斌可以在这场 对阵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中 以赛带练 我们在争取拿下胜利的同时 可以多给年轻球员出战机会 这样也能保留主力体能 减少伤病 蔡斌可以演练更多的战术体系 增强替补席厚度 这样我们在淘汰赛 就更有容错率一些 参考对阵法国女排的第三局末尾 蔡斌主教练 让替补的张长宁 在关键球上发球 从这个举动就能看出来 蔡斌主教练 有意再给更多球员出场机会 所以 我们在第三站 将会看到 庄宇山等人上场表演 在拿下两年胜的赛后 蔡斌主教练 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表示 东道主法国队 并非是一只弱驴 我们在接下来 仍然会认真对待 每一支球队 全力以赴 去打好每一场球 这场比赛 法国队的失误多了一些 但是 他们拥有很强的进攻能力 高度力量都有 在第三局 中国女排 在依传的表现上 有一些起伏 我们的几次反击球 在调整方面上 没有做好 所以这个是需要总结的